哈喽大家好,我是伟哥,今天我们来聊聊猴哥的一生,故事内容纯属虚构,如有雷同纯属巧合。 孙悟空是一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,由于很能打,所以很快在花果山当上了猴大王。 当上大王的孙悟空有了钱就去西部旅游,在西部游玩的时候认识了牛魔和猪八戒,由于他们都是非人类的生物,所以很了得来,于是他们就拜靶子了,并且一起定制了一套西部大镖客的套装。 旅游结束后,孙悟空看到牛魔和猪八戒都有不错的武器,但孙悟空自己没有,于是就到东海龙宫大闹了一场,抢走了东皇太一家的定海神针和一套黄金甲,东皇太一很生气,就到天庭告狱状,于是天宫就把孙悟空打入了地狱,但孙悟空有了定海神针后能力太强,把地府闹得天翻地覆,钟馗实在受不了了,就让孙悟空提前投胎转世,变成了至尊宝。 而就在孙悟空变成至尊宝后,认识了一个叫紫霞仙子的小姑娘,两个人打打闹闹很快进入了爱河。 不过孙悟空不知道的是,牛魔也看上了紫霞仙子,就在孙悟空和紫霞仙子大婚之日,牛魔使记让紫霞仙子消失在人间了。 而孙悟空因为失去紫霞仙子整个人都不好了,后来通过月光宝盒穿越到现代成为了一个修水馆的工人。 而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一个道理,找女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拜靶子兄弟,说不定他也看上了你的女朋友。 无论人